世界森林日的由来 1971年在欧洲农业联盟的特内里辅导大会上 由西班牙提出建议将3月21日定为世界森林日 2012年12月21日 联合国大会宣布将每年3月21日确定为国际森林日 随着人类的发展 从早期的农业耕种到近现代对木材及林产品的消耗猛增 导致全球森林面积急剧减少 森林品质不断下降 生态环境逐渐恶化 世界森林日设立的宗旨 是为了提高各级为今世后代 加强所有类型森林的可持续管理 养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意识 做出有益贡献 森林能抵御封杀 能让我们的生存环境变得更加美好 善待森林无异于善待人类自己